台湾位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经过台湾的活动断层就有36条 每年大大小小的地震平均可以高达4万多次 尤其1999年的921大地震 造成了10万多栋房屋全岛或半岛 上万人死伤 人命财产损失相当的惨重 也因此在921地震之后 政府就规划推行住宅地震保险制度 希望保障民众在震灾后 能够迅速的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只不过这住宅地震险 推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 投保率却只有37%左右 究竟政府的美意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9月18号 北东大地震 造成花莲玉米重大灾情 然而政府于921之后 就推出政策型的地震保险 但时至今日 投保率却不到四成 这就是我觉得有点恨铁不成钢 你说20年啊 你20年啊 你孩子做这么小规模 你为什么不把比做大一点 我没有打下去声音不一样 他会知道是不是鼓上的状况 拿出滚枕棒 结构技师在墙壁上来回敲打 听听看是不是有异常的声音 像空心的声音跟不是空心的声音就不一样 台北市某大楼住户们 找来结构技师廖书贤会刊 由于日前才发生台东大地震 住户们也发现 原本地下室凉柱的水泥就有裂开的现象 这次地震后裂缝越来越大 光是目测就超过两公分 而且不止一处 甚至还有一整片楼板崩落相当吓人 这种东西因为它是属于裂化 它直接对于地震没有影响 可是呢因为它裂化钢筋减损 在地震之后的地震 如果发生比较大发生的地点 靠得比较近的时候 那这个大概就会有影响 好在这些裂缝属于老旧房屋 常见的裂化现象 并非地震直接引起 但裂化的状况也够吓人 结构技师建议 必须做补强 钢筋这些都要把生锈弄掉 到里面已经 这些扶锈弄掉 剩下实体的状况 这才是里面还没有完全锈掉的地方 然后做完除锈后 防锈 然后因为它减损了 所以在外面再去贴附 这个碳纤维贴变来补它的强度 其实每次遇到大地震之后 相关结构技师工会 就陆续接到民众询问的电话 希望找专业人士来鉴定房屋结构 是否稳固 结构技师也教民众 如何自我检查 民众在自我检查的时候 要从整栋大楼的一楼开始检查起 一楼的破坏非常明显的时候 大楼就有倒塌的可能 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时候 只是损坏 损坏我们就是可以修复 事实上梁柱上有横向或是纵向的裂缝 亦或是门窗墙角的小裂缝 这些都不算是地震直接引起的 最怕看到的就是斜裂缝 因为这才是地震横向力所造成的破坏 我们在工程上的一个说法是 老天爷给你打了一个大差 因为在横向地震力作用下 会发生的破坏模式 主要会是斜裂缝的形式 当它两项反复载重以后 两项都会发生 所以会有一个叉叉的出现 台湾未处地震带 其中又以东部次数居多 餐厅天花板的水晶灯 疯狂晃动民众惊喧奏 赶紧蹲在桌边 拍摄者也站不稳 2022年9月18号下午 台东发生瑞士规模6.8强震 不只当地 全台都感受到剧烈摇晃 灾情也纷纷传出 尤其位在隔壁的花莲县玉里镇 更是有移动民宅倒塌 学校桥梁也多处毁损 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统计 台湾岛上有36条活动断层 但在中央大学地震灾害链风险管理中心 却定义出有44条活动断层 并进一步估计未来50年内台湾的地震浅示图 值得担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嘉义台南 甚至高雄的这些地方 它有着许许多多或长或短的一些断层或是构造 它都有可能在未来之间发生一些自灾型的地震 我们并不是要借由这张图来去吓大家 我们反而希望说借由这张图告诉说 我们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危害 由于地震不像天气可以具象化 且发生的频率是以每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才会发生一次自灾型地震 因此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精准预测 民众除了要做好房灾准备外 也应该要有适度的风险观念 来保障自己的房屋财产 因为最近地震发生的比较频繁 然后想要来询问 有没有相关一些地震的保险内容 921之后 金管会保险局前身 也就是财政部保险司 就规划有住宅地震基本保险 还成立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将当年度保险费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后 余额全数提存作为特别准备金 目的就是希望被保险人于震灾后 可以迅速获得保险理赔 那那个保障呢 就是说你的房屋本体 如果说发生了所谓的全部损失的时候 或推定他说不堪居住了 是同全部损失 那他就会来补偿他一个很基本的 一个房屋本体的一个保障 目前是150万 那还有一个20万的居住费用 由于这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保险 全凭民众的风险观念 自主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 凡是购买房屋 无论新屋或是中古屋 贷款人就会被银行要求购买地震险 若真不幸遇到灾损 贷款户可以拿到四成的理赔金 加上20万元的临时住宿费 剩下的六成 保险公司会提拨给债权银行 这个纯粹是一个风险的转移 保障银行的债权 因为毕竟这个钱是银行出的 他只是拿这个建物去做抵押而已 财政部他们跟所有的银行工会 什么大家瞧了很久 现在变成说 你不可以全部拿过去 天花板就是六成 然而这看似理想的保险制度 推动却相当缓慢 根据住宅地震保险基金统计 截至2022年8月底 地震险全国投保率只有37.32% 有专家认为最大的原因 是理赔条件必须达到全损 由于条件过于严格 导致民众自主购买的意愿敌 很多真的买了保险 而没有办法得到理赔的民众 他们会更揪心 尤其是他在灾区 那他又有买保险 可是他的房子并没有到全部损失 也不是不能居住 但是的确有裂痕有分损 再加上可能他房子里面 很多的一些衣理家具 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器 水管都破损了 但是还可以住人 所以这个保险不会启动 也就是说房屋必须全导 或是经政府机关通知拆除 又或是经专业计时鉴定 互勘居住 且修复费达到重盖移动房子 成本的一半以上 才可以获得理赔 而且上限仅150万元 加上20万元临时住宿费 共计170万元的理赔金额 其实他的原意并不是完全说 一定要让受灾户都有足够的钱去重建一个房子 至少在发生地震之后 你有个170万的陷阱 你可以度过很多难关 他可以在紧急的时候 得到一个很快速的财务资源 然而若房屋没有达到这样的损坏条件 可是一毛钱都不会进到被保险人的口袋 这让地震险被批不够有感 一般房贷族更是将地震险 视为是另类的归费 因为看得到赔不到 相较于地震我们有什么台风洪水 甚至于所谓的土石流山崩等等 是不是可以扩大城堡 那让这个地震的保障范围 扩大到变像一个全民的天灾保险 由于保护所缴的每笔保险费 大部分会纳入经管会成立的 住宅地震保险基金里 当发生重大地震灾难时 政府才有足够金额补偿民众财产损失 而地震险推广20多年来 保险费也累积近400亿元 曾经是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董事的林建制就认为 应该可以将保障范围扩大 用客观的指数或参数 作为理赔启动的基础 让民众对地震险有感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地震等级达到了7 那我们就赔给你保险金额的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百分之20 到了8我们可能赔你百分之50 然后到了9以上可能就已经是全损了 但对于地震基金与产险业者来说 依照地震集数来理赔 会有保险不当得利的疑虑 因为当强震来袭时 建筑物不一定都会损坏 我们可以发现说 你当地震的话 会跟你的建筑物的结构有关 地震来了你可能 这栋房子倒了 可是隔壁四周的都好好的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这种产物保险来讲 它是一种叫做不定值的保单 是真正的等你事故发生以后 才计算它损害的价值 损失的金额了 纵观全球 位处地震带的国家 不是只有台湾 像是纽西兰 日本都有地震保险制度 政策甚至比台湾早三四十年推行 以日本为例 还依照建筑物损害程度 分为全损 大半损 小半损 与局部损失四个等级 并按比例 从5%到100%赔偿 台湾若要跟进 保费够不够承担损失 是另一个考量的难题 因为我们保费只有1350块 人家说 小富难为无异之垂 你要扩大保障 势必你的保费就不够 所以这个就是两难的地方 换句话说 想要放宽理赔的条件 保费势必就会跟着调整 若将其他天灾风险 包括像是地震引发的停电 停水 土石流等 所造成的生活不变 纳入理赔项目 理赔范围扩大 民众自然而然 就会对地震险 投保意愿提高 我们要综合的效果 就是说 我可能这个风险 地震风险比较低 但是我的水灾风险 可能很高 生活不变风险很高 那你把它绑在一起 民众觉得这个赔不到 那个可以赔得到 那就是比较算是一个 我们在保险经营上面的 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效果 那全险式的效果 民众就会有感 其实很多时候 民众只有在地震灾害发生时 才会想到要投保地震险 甚至贷款部 只要请贷款后 就不再投保 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也持续宣导 希望将风险观念 向下扎根 将来的这个国中高中 小学的他们的教材 我们希望从 虽然他们都还不是无助 但未来他们会有成家立业 所有的都会区成乡 那我们会让每一个人 都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 吊灯剧烈摇晃 平静水池便汹涌波涛 强阵来袭 天摇地动 就算人在户外 也无法站稳 地震有多可怕 看画面就知道 不像七级车第三责任险 属强制险 用来保障对方人身及财产损失 地震嫌保障的是民众自己的财产 政府无法强制民众投保 然而推动了二十年 投保率却不到四成 位在地震带上的多数台湾人 对地震有感 却对保险无感 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还是普遍缺乏风险观念 值得政府和国人深思